欢迎收看第494期北京不敬因 广东煤大高速事故 那么最新的消息应该已经导致51人身亡 我们假想一下 如果一个月前我们做一期节目 说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些大基建 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有可能发生这种死亡非常多人的重大事故 如果说这样的话 我相信肯定会有人 比如小粉红跳出来说 你这是起人忧天 你这是妖言惑众 你这是诅咒中国 黑中国的言论 那么现在实际发生了 这些人就闭嘴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还要聚焦在中国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上 做一个预言 希望它不成真 但是呢 我说到最后说结论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下一个可能会发生的重大的事故发生在哪里呢 可能是一栋摩天大楼的这种火灾 甚至由于火灾的一个整个的坍塌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一点点来分析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摩天大楼的定义 就是超高层建筑 那么其实各个国家对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有说这个500米以上的 300米以上的 200米以上的 甚至100米以上的 都可以归为这个超高层的建筑 都可以算是这种摩天大楼 那么这里边呢 先说一个跟经济有关的 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有一个概念 叫摩天大楼指数 这个概念呢 是99年的时候 德意志银行研究主管 安德鲁劳伦斯首都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什么指数啊 就是说啊 他发现呢 这个全球的 有经常会发生这种经济衰退吗 或者这个 这个经济大萧条啊 金融危机等等 这些事件通常都伴随着 一个那种标志性的 这种摩天大楼 在他建成的那一年左右 一般会在这时候发生 这是一个巧合吗 有人说这是一个魔咒 也叫这个劳伦斯魔咒 对吧 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 我们先看看历史中 发生过的几次啊 首先1931年的经济大危机 那么29年到33年 大家都知道 那是美国那个经济大萧条时期 对吧 那那个时候呢 如果去过纽约旅游的人 一定会去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对吧 帝国大厦 那么帝国大厦 就是1930年动工 31年完成的 那么 帝国大厦是381米 102层 这个楼建成之后 对吧 那个时候美国正好在 这个大经济大萧条之中 好 第二次 1973年的时候的 美国经济萧条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这个双子塔楼 对吧 那72年和73年相继完工 那么这两栋楼建成啊 完成之后 也是美国迎来了经济小条 第二次 第三次 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呢 是吉隆坡的石油双塔 在93年12月27日动工 96年2月13日封顶 完成之后 也就两年吧 98年开始爆发这个亚洲金融危机 第四次 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时候呢 是迪拜 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球的最高的楼啊 哈利法塔 迪拜那828米啊 那个我也上去过 确实很壮观啊 但是呢 他04年的时候 正式动工啊 09年封顶建成 对吧 那么正好一年之前 08年的时候 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就是这个里面啊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 呃 纯粹的一个魔咒 一个巧合呢 其实也不完全是 啊 因为呢 为什么 什么时候会大肆的兴建 这种超高层建筑 就是在你这个货币政策 比较宽松的时候 经济发展不错的时候 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很乐观的时候 就会上马这样的项目 那么好 那你当这些建筑 过度投资建设之后 啊 那么就会正好 就会转到这个 经济的下行周期 正好就赶上了这种 呃 金融危机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呢 你要去兴建 这种超高层建筑的时候 你要有规划 你要首先想到 对吧 经济它有可能 是往上走的 这个指数 它也有 必然它就会 盛机而衰啊 下走 其次呢 还要考虑到 这些 这些建筑的 后期的维护成本 是极高的 啊 这里面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呢 这种超高层的建筑啊 你一旦建成之后啊 你里面这些水啊 电 尤其是电啊 你就不能够停 你要一直维持 它的运转啊 因为一旦 你这个运转 停下来 它就极有可能 发生火灾 等等重大事故 那么维护 这么一个 超高层建筑的 这种维护成本 有多高呢 有这么一组数据 就是比如100米高的 这种写字楼 那么每平米的维护成本 是约20元 但是这个啊 是随着你这个高度啊 越高它这个是一个 指数型的 陡增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你到150米米的时候 这每平米的费用 就上升到30元 你要是这个建筑 是200米的话 就一下变成50元了 250米70元 300米以上 就要超过100元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我们换算成一个总数啊 给大家去估算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上海的金贸大厦 上海金贸大厦的 一天啊 的维护成本 大家猜猜多少钱 是100万 一天的维护成本 100万 也就是说每一年 你要维护这个楼 就要花4个亿 这样的一个费用 你想想 搁到中国的一些地方上啊 一些二三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根本是维护不起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兴建这种 超高层建筑 全球最多的 一会儿给大家念 具体的数据啊 中国到底有多少 那么 为此啊 政府其实也有一些调控 比如说啊 规定不能再建 500米以上的这种超高层建筑 比如说规定 你这个城区常住人口 在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 你就不允许啊 严格限制建150米以上的这种超高层建筑啊 那么250米以上的就根本就不可以建等等 有有各种各样的规定 所以中国出台出来了 因为你养不起 你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高的写字楼 那里面的空置率会很高 因为你这个楼要维护 你实际上是需要靠你这些租户啊 给你这些交的物业费 你去做维护 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 但是如果你空置率很高 就没有人租 那你这个谁来花这个钱去维护它呢 最后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政府的一个负担 但中国的这些地方政府是没有钱 去维护这些楼的 对吧 那么但是啊 即便出台这样的政策 目前 中国已经建成了这么非常多的这种超高层建筑了 对吧 我们来念一个一组数据啊 中国有 有多少个150米以上的建筑呢 有3287座 那有多少200米以上的建筑呢 有1148座 那么300米以上的有117座 也就是说 在中国可以算是这种超高层建筑 或者摩天大楼的建筑 总共啊 目前这个数据截止到2024年的4月 是4652座 什么概念 中国第一名啊 世界 第二是美国 美国只有1169座 也就是中国是美国的差不多四倍 这么多啊 后边第三名开始就只有几百座了啊 我们就不念了 那么中国有4652座 这4652座建筑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4652枚定时炸弹 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啊 过去中国人的理解啊 只有建这种超高层建筑才表示我这个城市的发展 对吧 现代化 然后去包括呀 还要去争这个全球的第一高楼 对吧 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的第一高楼是这个迪拜 刚才我说了这哈里巴塔 对吧 828米 但是中国之前呢 在长沙要建一个比它还高10米的 838米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楼 当时长沙打算建 后来给砍掉了 对吧 砍到了只有400多米了 就不再建了 那么包括成都啊 本来计划要建一个677米的熊猫大厦 南京要建一个600米的这个所谓江北第一高楼 对吧 武汉也要建一个660米的绿地中心 这些东西都都被叫停了啊 但是呢 叫停的里面有的是已经建成了这个主体框架 它就变成了一个烂尾 比如说天津高银的这个117大厦 它的设计高度597米啊 现在基本已经封顶了 也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烂尾楼啊 戳在这里 一个大柱子 这就是中国的现在的现状啊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建成的也不少了 对吧 就说500米以上这种超高楼 上海的中心大厦632米 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593米啊 广州的这个什么州大服务金融中心530米 还有北京的那个中国中国尊啊 那个中心的那个总部对吧 528米 这都是中国的超高层建筑啊 那么具体的数据我刚才也念了啊 你你不算500米的就100米 150米以上 中国总共4600多座 那么一条一条高速啊 这么一个路面的坍塌都有可能发生 更何况这么一个摩天大楼啊 经久失修啊 经费不足维护的这个这个维护的这个这个机制 跟不上啊 会会酿成的那种灾祸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4000多座呀 遍布在中国 一个一个的城市的中心就在那里 它它得使用啊啊 那么一旦它起火 或者一旦它坍塌 我们在灾难片里都看过这样的景象 对吧 现实中啊 这个美国的911事件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 会发生什么样的惨状 所以这一切在中国会不会发生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不是我们诅咒中国 而是它一定会发生 那么你需要 对吧 各级的这些政府啊 这些单位 你要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啊 你要去 呃 精心的去维护它 即便如此都很难避免灾难的发生 那么更何况你还 疏于去维护 而且你的这个经费还跟不上 情况下 怎么办 难道把这些楼都炸掉吗 怎么选择 那中国你要为你之前的这个过度建设 去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是一定会发生的 不是我们危言耸听 好吧 好吧 有人说我们经常就是聊中国这些啊 不聊 就是不聊 说说美国也有很多糟心的事啊 美国也很差 对吧 也有很多问题 还是那句话 就是美国即便再差 其实和你中国人有多大的关系呢 对吧 假设美国这边也有瞧它了 也有楼它了 也有路面它了 对吧 也死人了 但是这一切发生 这不是一个比烂的世界 对吧 你并不能够说美国那边瞧它了 那你中国瞧它就是理所当然 不是这样的 不能够这么去比烂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不聊美国 不批评美国啊 我们做一个预告 明天的静候老马节目啊 我们就要聊美国的 还是聊这次学运的事情 可因为美国近期 呃 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啊 就是这个犹太主义的 反有主义的啊 反反有主义的这个意识法案 我们来明天来聊聊这个法案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及呢 就因为这个法案出台 那么现在整个的海外中文圈 又有很多的人去开始去骂这个拜登政府啊 反过来就又去二级管横跳过来 又去支持这个特朗普等等 所有的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 明天我们直播间一聊啊 时间还是纽约时间的早上九点 巴黎时间的下午三点 香港时间的晚上九点 然后我们直播间见 好 感谢收看 订阅 分享 感谢观看